他是誰提的分手 大哥 因為你黏著他 他才知道你在乎他 你都已經不給他期待感了 他跟你說分手 你還要等 你他媽要不要等到我的鼓灰彈爆炸啊 他要的是一個安全感 女生很簡單 來 他要蘋果 我就給他蘋果 他跟你說他沒有 他覺得你沒有期待 那你就 想辦法表現出你期待啊 你沒有期待感 他就分手啊 跟他道歉 因為女生這種東西 不要說這種東西 哎呦我在說什麼 不可以誤化女性的 聊天室 不要鬧好棒 現在在影片開始前呢 大家請記得幫我按讚 訂閱 打開小鈴鐺喔 阿菜 今天女友跟我提分手 因為我們一個住台北 一個住台中 她有提到要一起同居 但由於工作關係 需要兩個人才能住在一起 但我女友覺得 我並沒有期待住一群 對於沒有一起住 沒有感到期待這件事情 我算一類嗎 呃 這個事情其實在很多地方都在發生啦 女生就是這樣子 就是 你覺得住一起喔不OK嘛 你自己先覺得喔不OK嘛 如果你覺得OK 那他如果覺得說 跟你說沒有期待 我覺得放姿態的原因就是說 喔 我真的很期待 就誠懇地告訴他 我很期待 對不起 我只是沒有表現這麼多 那我會多表現一點 我很期待這麼多 那他覺得你沒有期待是因為你沒有在找房子嗎 還是怎麼樣 那你們一個台北台中一定有一方要妥協 你說女生好了 好 那我就 女生就離開他的工作 他就去了台北 那你有給他足夠的安全感嗎 這個很重要吧 期待感 期待感 我跟你講 他要的不是一個期待感 他要的是一個安全感 女生很簡單 來 他要蘋果 你就給他蘋果 他跟你說他沒有 他覺得你沒有期待 那你就想辦法表現出你期待啊 是不是女生有時候只想要聽到他想聽的 而不是我真實的感受 是 你沒有期待感 那就分手啊 你在找人磨合啊 你要找人磨合 聽得開起來 你去找找看啊 如果你覺得對方是值得你這樣做 他也是一個好的人選 那我覺得你要珍惜 一個期待感而已耶 如果你覺得不值得 那沒有關係 你繼續找 但我只能祝你好運 如果你手上只有芭樂 但對方要蘋果 建議你去找一個需要芭樂的人 這樣你們才會開心 但是你要記得 你找的這個人 他可以要芭樂 但他其他的地方可能並非你想要的喔 他可能長相 個性 金錢能力 不是你想要 所以你應該要想的是 這個人值不值得我去這麼做 那我是不是也要修改一下 當你們在磨合的時候 其實很多時候就是你自己的堅持嘛 我如果週五直接殺他去跟他聊聊 浩哥 今天是禮拜二耶 鎖田跟你分手耶 他昨天跟你分手 今天十三號 你跟我說你要等到十六號 DAM 還是真的你沒有那麼愛他啊 還是你不懂 你看摩哥這樣講 盧卡斯也這樣講 我也這樣講 你們可以進來DC幫我一下 因為我講可能我是女生 他們會覺得說 喔 是這樣嗎 然後 老哥他昨天跟你分手 阿你還真的讓他分手過夜喔 今天我們就是用一個過來人 曾經渣的身分 在這邊開導一下這聊天 你如果真的還是覺得有機會想追回來 應該你分手的當下 冷靜完之後直接就殺過去找他了 你還等到禮拜五 還等你放假 還是等你請假 人家都已經變成別人的形狀了 欸 貓哥 我跟你講 超多男生都這樣 因為我不知道是他們見識不夠多 還是真的不知道外面的女生 脾氣很不好或怎麼樣 是超多耶 好歹你也不能隔過夜吧 他要跟你分手 然後你還隔過夜 你即使不下去 你也要用電話也好 不管怎麼樣 你如果對他感情放得夠深 你一定會想盡辦法挽留 或者是 就是像你說的 不管是打電話也好 見面也好 就是一直讓他維持聯繫 然後你才有那一絲機會 我跟你說 只要他這個時候跟你斷了聯繫 他可能當下已經有任何 出去的可能就回不來了 或者他心就會覺得說 你知道心態是什麼 你不要說出去會有別人好了 我們現在講一個心態 我都覺得你沒有期待感了 然後我現在跟你分手 我就覺得那就算了 然後你也就算了 然後你還來我這邊跟我說 我覺得我禮拜五要下去 所以你禮拜五下來 我們已經跟他打了雙牌 打了戰隊了 就是五打一喔 一打五 我們用最壞的打算讓你 推翻你禮拜五 要下去這件事情 你只能盡早下去 現在下去可能都已經太急 但 如果你想要把握這一絲機會的話 我勸你 現在 就可以下去了 欸摩哥 為什麼男生會這樣啊 為什麼男生都會 覺得說 這種東西可以等或是 我不懂欸 因為男生是理性的動物啊 那你跟盧卡斯為什麼會覺得 不行 就是因為你們是 比較有經驗的男子嗎 你應該這樣說嘛 我跟盧卡斯 我們以前 曾經曾經 也是 好男人 但我們遇到的 對象 讓我們 等一下啦 他還是好男人啦 他還是 但我不是啦 我想說晚上聊完後 可以跟他保持聯繫啊 打電話什麼都好啊 至少你要讓他知道你在乎他嘛 他是誰提的分手 大哥 因為你黏著他 他才知道你在乎他 你都已經不給他期待感了 他跟你說分手 你還要等 你他媽要不要等到 我的鼓灰壇爆炸啊 當下他提分手的時候 你就要保持一個熱度 要趕快去安撫他 不管你用什麼樣的方式 那如果當下你也很煩怎麼辦 當下絕對沒有很煩 當下如果你覺得很煩 你不想去就代表你不夠愛他 你就這段戀情 他如果真的不要那就不要 這個情況在我身上曾經發生過 我很愛這個女生當下 就像你說的 除了簡訊轟炸 他不想接我電話 我用各種方式聯絡他 我聯絡他妹妹 聯絡他哥哥 聯絡他弟弟 聯絡他媽媽 反正能聯絡到的人 我都聯絡了 那這個是在一起多久啦 怎麼有這麼多人的Line啦 我就是很在乎他嘛 畢竟 這個是我曾經 就是想要結婚的對象 所以他當下不爽 不想接我電話 我用各種方式去聯絡到他 然後解釋給他聽說 為什麼他不接我電話 讓他們去幫我助攻 讓他知道我很在乎他 當下 OK 聯絡完之後 冷靜一下 冷靜了可能幾個小時 或者是睡醒隔天 因為當下他可能情緒還在 那至少他看到這些東西 還有他旁邊周遭的人跟他講 他的情緒比較平復穩定之後 我們再冷靜下來慢慢談 才有機會談後續的嘛 對 我覺得至少就是你要讓對方知道說 我很在乎你 所以 不是 你要讓對方知道 你有一個情緒價值存在 就是 就是他對你來說是有一件事 就是這個 這個重要的價值存在 好 我再問你們一題 經驗不足的男生 或者比較年輕的男生 姿態 他們很在意姿態 這個譬如說比較愛面子啦 或怎樣 姿態 這個東西 你們覺得放低很丟臉嗎 我覺得放低才值得Respect嘛 因為放低 代表你真誠嘛 以前 很care面子 都覺得面子很重要 但後來發現 面子不值錢 你姿態放得越低 你才能走得更遠 而且 你姿態放低 那又怎麼了 你可以把這個女的 就是 徹底的納入囊中 覺得沒什麼不好啊 對啊 沒什麼不好啊 就是智慧啊 對啊 你低聲下氣可以挽回她 那又怎麼樣 但也不是說低聲下氣 是說 你的態度 我們不要講說 低不低聲下氣 就是你態度的問題 嗯 為什麼我要說 用低聲下氣 就是因為 很多男生都覺得 因為你低聲下氣 你可能還要解釋一下 低聲下氣可能就覺得 我沒有做錯 但是我卻要認錯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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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這個意思 我只是 這只是廣義的跟你說 要低聲下氣 因為很多男生 是連這個都做不到 我沒做錯什麼事情 我為什麼要 可是你們兩個在相處 你很在乎他 你很自然就會 先替他著想 你懂將心比心嗎 你今天要先換位思考 然後再來是 為什麼對方 是無理取鬧 還是他真的遇到了什麼問題 你站在他的角度 幫他想一下之後 你再把你的態度 放到該放的位置 不是要你說 一定要就是 什麼都讓他 而是 你先低聲下氣之後 你很容易就會 帶入他的角色 去為對方著想 你才知道 他到底要的是什麼 然後給他他想要的 啊這樣不就好了 如果一直擺著高姿態 是沒有辦法好好溝通的 他就會跟你硬碰 你不要說低姿態 輕聲細語 或者跟他說 那我們現在可以 先試著把 事情可能稍微分析了解一下 可是在講這句話之前 你一定要先擺低姿態 可能說 那前面你有生氣 那你生氣 是因為我的姿態造成 你生氣了 我先道歉 這叫所謂的低姿態 你要先讓對方覺得 他目前是站在你上位 你才有辦法 去跟他講這個道理 那你道歉的同時 不是說 好啊 對不起嘛 絕對不是這種語氣啊 一定是你要告訴他 為什麼你要道歉 你不能平白無故丟一個道歉 這邊補述一下 處理女生的情緒 就跟處理小孩的情緒一樣 對 先處理情緒 再處理事情 你先安撫好情緒之後 跟他道歉 因為女生這種東西 喔不要說這種東西 欸我在說什麼 不可以誤化女性 女性是沒有辦法跟你理性溝通的 女性就是感性的動物 所以你必須要先處理好他的情緒 讓他知道說 你知道你哪裡錯了 你知道你為什麼生氣 因為他的什麼舉動 所以先處理好他的情緒 情緒安撫下來之後就 那我們覺得這事情 應該要怎麼來處理 再回到原本的 你要處理的問題上面 這樣才對 你沒辦法跟他 像男生一樣溝通 直接對事不對的人 然後事情就這樣子啊 然後我就沒錯啊 然後硬要跟他爭 沒用 麻煩先處理好女生的情緒 情緒好了 其他什麼都好 而且你要讓他感受到 他跟別人不一樣 你在外面處理事情的時候 你是一個 維持一個高姿態 沒有錯 可是你不能把 在外面對 所有事情的處理方式 回來跟女朋友 或是另外一半 用一樣的方式處理 那他會覺得 你們之間是沒有差 就是他跟外人之間 是沒有差別 貓哥跟盧卡斯都講了嘛 那為什麼 他們可以這樣子 難道他們是狗嗎 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 如果你今天這席話 你不聽 沒關係 你可以一直換女朋友 你換到你哪一天 覺得孤單 或是你覺得 對女性 沒有怎樣 你也可以一直找泡友 你就不要想著 找幸福跟愛 就找性跟愛就好了 就性愛就好了 OK 對 沒錯 就這兩個人講話 我們講的話 都是屁 沒關係 如果你可以一直這樣的話 你不要到你今天 35歲 40歲 45歲 然後你開始覺得 不對勁了 我跟你講 你已經浪費很多你的人生 白癡時間了 你已經浪費很多你的人生白癡時間了 你已經浪費很多你的人生白癡時間了 你已經浪費很多人生白癡時間了